继续用声音带你玩转台南 不过在旅游之前 让我先给大家讲一段历史故事吧 明朝的崇祯皇帝 我们都知道他是末代皇帝 李自成率领的农民起义军 攻入北京以后 崇祯皇帝在锦山上吊自杀 随后皇室子弟外逃 南明的贵王自称为帝 并于1648年 指派宁靖王朱树贵来到福建 成为了郑成功的监国 到了郑成功攻打台湾 赶走了荷兰殖民者 郑成功去世后 他的儿子郑金继承了他的位置 第二年 为了维持明朝的正统 就把宁靖王从福建 迁到了台湾 并且在大天后宫 建立了宁靖王府邸 说起这位宁靖王 他的故事 还是十分值得人们怀念 和传颂的 正经继位时 南明的众皇室人员 几乎已经被清军绞杀殆尽 而原来明朝的残余军事力量 也就只剩下正经在台湾的军队了 因此 到了1663年的时候 正经就将宁靖王朱树贵 从金门 厦门一带 接来了台湾 还替他建造了一座豪宅 作为王府 根据史书的记载 这座王府长约三百米 宽约一百五十米 前面是正宅 后面有寝宫 中间还有两座神明厅 分别祭祀玄天上帝和观圣帝君 还有一座布置亭台楼阁 广植奇花异草的亦原子园 亦原子是宁靖王朱树贵的别号 而作为正统的代表 郑成功以及郑经 还是对宁靖王朱树贵 利于有加的 只不过 郑经也在观望着 大陆那边的事态发展 渐渐地 他有了一些自立为王的异心 想要押宝三番 一起反清或者归降清政府 学习朝鲜一样 做一个蜀国 建立东宁王朝 于是他开始漫代朱树柜 从现在的大天后宫 也就是原来的宁靖王府正厅前的阶梯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的阶梯呢 只有七阶 而不是象征九五之尊的九阶 这事实上也就是正经 在阶梯上暗示宁靖王 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 你只是个监君而已 所以你不要想那些有的没的 妄想称立 这也就是为什么 宁靖王虽然贵为明朝皇室 在台湾的唯一后人 但他却从来没有被扶正过 只能说他仅仅只是作为明朝王室的象征 但是在台湾的正经手下 他过得也还是十分的憋屈的 等到正经死后 他的儿子郑克爽继位了 郑克爽更加的轻慢这位宁靖王朱树柜 这位宁靖王甚至在用度上 都越来越拮据 无人援助 所以不得已 唯有自己带领家人 来到今天高雄县的湖内 鹿竹香这一带 去开垦土地 用来种田自给自足 现在的鹿竹香 还有一片万亩良田 事实上 这就是当年宁靖王朱树柜的劳动成果 到了1683年 清朝的狮郎率领水军攻克了澎湖 正是王朝上下一片混乱 人心惶惶 几乎都在讨论应该怎样投降 以求保命 可是只有宁靖王朱树柜 作为明朝皇室的最后一人 他知道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自己也没地方可去了 于是他选择了一条 与满朝文武完全不同的路 决定 以死殉国 事实上 走到这一步 死 对于他而言 反而是一种解脱 他满怀歉意地 找来自己五位年轻的妃子 希望他们 从此隐姓埋名 或者入庙为泥 或者改嫁平民 自行打算吧 因为他觉得 这五位妃子 年纪都非常的轻 完全可以为自己的将来 好好谋划一下 可是没想到 他的这五位妃子 居然回答道 王死俱死 请先赐齿薄 意思就是说 王爷您死了 我们也绝不独活 请您赐我们您的头金吧 也就是 他们向宁静王所赐白灵 随即 他们五人头戴奉官 身披霞服 先后在自己的寝宫里面 悬梁迅洁了 朱树贵虽然决心一死 但他的内心非常平静 他仍然有条不紊地处理完 手头所有该处理的事情 第二天 他将这五位妃子 葬于了奎斗山 也就是现今的 五妃庙的县纸 后来 朱树贵隆重着装 戴上他的义扇官 身披四围龙袍 妖术玉带 配上了他的硬兽 然后将宁静王的扭印 送还给了郑克爽 虽然满朝文武都知道 他一心求死的决心 可是 他的这个举动 却并没有让文武百官们 感到羞愧 郑克爽 也只是轻心地答了一句 可惜了呀 回到府邸后 宁静王还拜告天地 和列祖列宗 请了许多高年 有身份的朋友 从容地和他们饮酒化别 这时 隔壁街坊老幼宁俊们 都已经知道 他决心自意殉活 十分的舍不得 于是跑进府里来 贵窟送别 而朱树贵所做的最后一件事情 居然是把自己的家财 分别送给了大家 作为纪念 并且特地地烧毁了田汽 把数十甲田地 全部送给了自己的店户 到一切事情都处理完了 他拿起书房的宴台 在背面提上了一首绝命诗 奸心避海外 总为树金发 于今势必义 祖宗应容纳 然后 他在房内 悬梁自尽 他的两位侍从 也跟着 训主 跟随宁静王 来台湾开墾的部署 以及乡民们 因为赶恋 这位仁慈的王爷 于是 将他和他的原配 罗氏 合葬在 湖内乡的村里 还把他的整座坟 都埋于地下 并在附近 造了一百多座甲坟 以婚宵 清军地搜寻 据说 为了不让宁静王的 针坟位置外泄 当年 参与埋葬的部署 以及乡民 八位带路的人 事后都自愿 刺下双眼 八位蒙远扛官的人 则是 自毁声带 成为哑巴 一直到了1937年 这座王爷墓 才被人发现 但 也只是衣冠总 冠中 仅有几样文物 它的躯体 却始终 没有找到 台湾光复后 湖内乡 重建了宁静王墓 并且将附近 一百多座甲坟 一起 作为墓园区 来纪念 这段历史 再后来 郑成功 郑金 郑克爽 三代的墓 都迁回了大陆 反倒是 宁静王 这个外来者的墓 留在了台湾 而在现在的 陆竹箱 也有一座 宁静王庙 被称为 华山殿 每年 到了农历的 9月25日 宁静王的忌日时 附近的居民 都会赶来 祭拜这位 命运坎坷的王爷 在2011年 还举办了一次 华山殿 宁静王回府的 特别仪式 久违了 328年后 宁静王的神像 由陆竹 华山殿 前往了府城 回到了 原宁静王府的 大天后宫 先经 郑成功家庙 由 严平郡王 引领进城 沿途在金武飞庙 会见 迅捷的武飞 进驻王府 举行 回府 世事大典 随后 再巡游 4.5庙 因为 宁静王 曾经在这里 手梳一块 古今一人的 匾额 还有 又去到了 北极殿 因为 这里 也有一块 宁静王提字的 威灵 鹤意的鞭额 完成了 上述行程后 再 回转到 陆竹 华山殿 如此 也算是他 功德圆满了吧 听完了 宁静王的故事 那么 现在 我们就来到了 武飞庙 刚才 也和大家 讲到了 自愿 随他训国的 五位年轻妃子 他们的名字 也留在了这里 分别是 姬妾 元氏 王氏 秀姑 和美姐 和姐 巫人 这座庙 建于1683年 经过了历代 多次的整修 现在 是 台南的 一级古迹 武飞庙的最大特色 在于 它是一座 木庙合一的 音庙 庙宇 和 五位妃子的 木总 紧紧相连 所以 气氛上 有别于 一般的纪念词 这是一座 单殿式建筑 殿前 有拜庭 庙门两侧 呈外邪的八字墙 两侧 还有厢房 中间 夹有天井 而大门上 绘制的是 宫女图 这 也是武飞庙 和其他古迹 和庙宇的 不同之处 在武飞庙的旁边 还有一座 逸林君寺 刚才 我跟大家提到 陪 宁静王一起 殉国的 两位宦官 就埋在这里 这也是因为 乡民们 有感于 他们的契节 而为他们设立的 庙与祠 虽然小巧 但四周的 老树浓荫 或者 也是一种呼应吧 从武飞街 转往南门路 往北走 可以达到 台南府城 仅存的 十八世纪城门 以及城园 在南门路上的 大南门城公园内 这里 还有南门碑林 有日剧时代 从各处 收集来的古石碑 一共六十一座 碑 分为六类 每块石碑上 都有一则故事 这是记录 台南历史的 重要遗验 比如 甘堂一一 记载的 就是清代 保障科举 近视名额的方法 而士禁碑 则是 禁止守城清军 姿势扰民的 很有意思 如果你去游览 武飞庙 或者 一宁君祠 有时间 也可以到这里 来看看 了解 台南的历史 何乐而不为呢 好了 今天 就带大家 逛到这里吧 我们明天 继续 畅游台南 明天见